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没有没有真正没有没有任何的变化的是的本质 嗯对所以我想今天师傅来引导这个话题啊非常荣幸 其实也谈不上引导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千方百计把刘老师智慧的挖掘出来 刚才您其实您谈到这个道法自然啊自然的话就是他的反面的就是人为的 嗯对这个呢我就想去另外一个角度啊因为当时刘老师在谈这个波的时候啊一般人会关注这个波的强度啊对对吧政府啊对吧 然后但是很重要一个物理量其实是他的频率啊频率其实是非常重要 对对对啊所以我在想啊因为您是在提啊人在三维空间里面啊 然后不断的往高尾上去提升智慧的时候啊其实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谈这件事情 就是频率就是公正对嘛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啊我们的生命的各种频率都有 对它像一个从零到无限大的频率啊是的是的有频谱嘛 对但是呢每个生命它呈现的频谱最高端嗯嗯它是不一样的 对啊对啊所以整个宇宙啊整个自然嗯其实它的底层嗯有一个振动频率 对嘛这就是天嗯对吧天它就有它自身的能量嗯但是天在生万物的时候呢 其实万物都有自己的频谱对啊万物自己的频谱呢形成了这种 特有的物质形态是的人也是一样是其实每个生命啊人整体上有一个频谱对啊 但是每个个体生命的频谱不一样对我们如果画好这个频谱的话是不一样的 没错啊是的呃 那么我们实际上实际但是呢每个生命啊它都有各种频率 是的只是各种频率的占的比重不一样是的 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去理解啊其实我们每个当下的点啊我们可能一个人 一个物都是一个点但这个点为什么涵盖整个宇宙信息 因为各种频率都有对各种频率都有是啊 所以只是说我们的生命状态看看让哪一部分的啊频率让它占主导 嗯这就是你生命状态开始做选择了对啊 所以这样的话我在我们实际上在生活啊呃在修行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在和我们周边的生命不断的同频 嗯其实不断同频的过程也就是把我们个体生命的个体的差异性啊 啊那个频谱的部分在做修正嗯 修正以后呢不断不断的和身边的人或者物 嗯当他接触的人的量越来越多物的量越来越多的时候 对其实他走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他的频谱越来越和天的频谱相同了 嗯嗯就是无形中他走一条路在走一条智慧上啊 嗯往高位提升的路嗯最后他完全天人合一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没有个体差异性了嗯就个体的生命那种 我因为我们个人的经历啊所思所想带来的那个频率的偏移 嗯其实不符合自然的偏移嗯消失了嗯然后回归了自然嗯嗯 所以这样一种状态的话应该说他就可以和万物同频了是的 因为你是什么频率他呈现的就是什么什么状态是 那么这样的高度频同频的状态其实既同但又不同对对吧 同你是因为他面临你这个像啊面临这样一个基啊这样一个对境 对你感受到他同但实际上他又在化对啊让你能够回归 啊那个和天的能量相契合的那一部分对啊 所以这部分我感觉呃这段时间呢因为我一直在在想啊 啊就是呃这个刘老师讲的这样一种高位智慧 他如何能够上下自在对就是你上上的去下下的来对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去诠释他呃是这样哈就当我们解解释 用频率来解释的时候哈是在如果我们是从下往上去看宇宙存在的时候哈 嗯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被频率的概念限制 嗯为什么啊嗯因为频率只是单位时间的振动次数嗯当时间是一个常量的时候这个频率是个固定的数字 对当时间成为变量的时候这个频率是一个无法固定的数字明白 嗯嗯所以他作为一个平衡的参数来讲 嗯在三维空间里面嗯有他足够的嗯这个评估对能量的强度和能量的调制属性嗯他有他足够的这个这个这个描述的这个空间嗯但是呢进入高维的时候呢 嗯他这种描述呢嗯要把维度的概念加进去以后啊他就更圆满了对这是第一点嗯第二点我完全同意您说的这个就关于一个人的这个频谱的这个频谱的特征嗯就每个人一定有他的特征频谱对那这个特征频谱的来源在哪呢嗯来源于高维跟他同频的这个特征频谱嗯是吧嗯那几个菩萨的特征频谱一个是慈悲的嗯啊一个是勇猛的 嗯是吧对等就是他这种然后这个罗汉啊这个这个这个菩萨在分解这些和集结这些特征频谱的时候他有一些相对复杂一点的集结嗯这种形成的这个频谱特征是什么呢嗯就是罗汉的频谱特征啊就像太岁又是也是这样就是他带着某种啊特征频谱的时候他有某种个性嗯啊这种个性呢他都是成就智慧的一个阶段对是吧然后他再往上一定就进入了菩萨的这个境界就这个特征频谱 它是从上往下有个有这么关联的啊但是在横向空间里面嗯有一个属性咱们都学物理知道吗嗯频率越高嗯能量越大嗯对吧对但是而且他的调制功能越大嗯嗯就是高频调制低频是可以的嗯啊他可以实现载波的嗯但是第一频你想调制高频调制不了的对是吧所以为什么这现代科学家在描述像戴维霍金斯的他那边关于频率的这本书哈对对他恰好是用这个仪器来测试人的这种 频谱对啊然后呢他能够告诉多大的频谱啊频率越高的人啊他的这个智慧的层次就越高对但是你知道吗嗯他那个统计规律啊嗯在1994年的时候啊嗯200以下的人占85%嗯200以上的人只占15%嗯你是到2014年他的20年以后的统计啊嗯200以下的人占了75%200以上占25%嗯最有意思的是 嗯嗯在他设定这个频谱测试范畴的时候啊嗯一千叫开悟正绝嗯嗯那叫开悟正绝嗯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啊他测到最高频频谱的人啊嗯频率的人是Math Tracer就是被他测过的人嗯啊就德雷德雷修女对啊他是600到700啊是测的你知道后来2014年的时候啊他已经测出很多人超越一千了你懂啊 嗯我还见过人就自己就测过几十万几十万的就这些人的维度已经远远超过三维这个频率的范畴他的他的语值不够了就是他的测试的格度嗯嗯他满度了满刻度以后他over了你知道但over出来以后那个那个显化啊啊用他测测不准了测不准了你看所有高维的信息到三维的微观和宏观都是测不准啊到最后原理都是测不准嗯就是因为三维人的认知障碍了人们对宇宙的了解对因为 微观世界就是测不准电子云是吧他是时间尺度不够嗯时间尺度不够了嗯那在高维部在这个长波部分嗯啊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间长波的部分嗯是时间尺度不够啊因为一百光年以外的是跟他没关系嗯出生的时候发生的事死的时候还没来嗯所以但是提升一个维度时间成变量这件事就全减了对因为他可以把一万年啊就就可以把一秒钟变成一万年一年一年一年所以微观世界可以寥寥分明对他也可以把 一万年变成一秒钟嗯外太空的事情瞬间拉到人前这就是所谓空间折叠嗯啊所以在这个格局里边维度啊比频率的描述就更另外还有一个呢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每个人有自己的频谱特征这个人频谱特征如果频率高他的覆盖面他的调制功能就强嗯他跟其他的能量产生同频就容易因为你知道这个他他通过这个高频密集的这个 震动哈他会形成一个载波技术嗯他可以模拟低频的波形对不对这个他模拟低频的波形形成的这个技术我们在科学叫载波技术那载波技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念经要不是念咒嗯因为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嗯他是最高频能量所以他可以调制所有的杂波嗯所以他可以把所有杂波打波带走就带叶往生啊所以他很 很科学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这个这样的话你刚刚才讲频宽和频的频率的高度就特别重要嗯也就是因为高频他有很多属性嗯对吧他的属性因为频率这个频率的光他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振动属性他不一样嗯但是高频他只要足够的频宽的话嗯他可以啊他可以包罗足够宽广的这个能量空间这个呢就是情商嗯就是福德啊 是吧所以一个人的福德啊福德多少取决于他的频宽嗯但是这里面又牵扯下一个问题嗯这就跟金刚经相关了你说你这个福德他来干嘛嗯你是转化成显化就是福报对所以现实人的福德转化成福报是很多现实人那个思维罗对你说吧对把它转化成显化的财富啊嗯简化成显化的名誉地位啊嗯但是福德其实真正正金刚经指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向是功德嗯 嗯功德是转化成维度对往上提提升维度往上提这就跟生命意义契合了对所以他说你用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去布施嗯不如为人宣说持宋啊经文乃至四七纪对什么意思因为你经文和这个四七纪全是同恩维的是你跟他产生这个纵向产生同频的时候你你的能量直接就提升维度往维度这是法布施嘛是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就是给现实人一个非常明确的 就是觉醒的人嗯一听这个马上就知道了我是把福德转化成福报嗯还是转化成功德对啊这个选择就特明确是的那现实人的难度就在于大量的人把它都转化成显化的显化了显化的这个福报对啊有多少财富有多少名誉有多少地位嗯啊当然你要说人认为财富名誉和地位只是为了啊提升这个功德的那没问题对有的时候你根本不一定显化成这样你就可以提升了是啊 嗯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修行人实际他他的生活变得特别的简单嗯但是他对于法布施对于这个这个智慧的提升嗯他是一丝一毫也不放松嗯嗯嗯嗯 哦哦哦哦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